條文不通過 現在進行委員證明中等提案 增訂第九條之三 請宣讀條文 委員證明中等提案第九條之三 受研究特殊水能性被影響 而方式營運困難之產業事業 其進口貨物應徵之關稅 或使用之關稅配額 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之稅率 或數量100%以內予以增減 其向產業事業之認定增減稅率 或數量之貨物種類 實際增減支付度 即開始與停止日期 由財政部會商相關機關 擂定報警行政院合定 宣讀文必 現在進行各黨团推派 至代表發言第一位 請江永昌委員 主席委員 有關鄭民宗委員所提第九條之三 受疫情影響發生已經困難之產業事業的進口貨物 他的這個關稅降低以及這個增加配額 讓財政部來會商相關機將擬定 這當中這個所受的這個事業跟產業到底是一項一百項還是一千項你範圍怎麼定 如果你無限擴大的話對不對 那你無限上綱是沒完沒了啊 那而且到時候行政院合不合定有沒有 都是拿石頭招自己的腳啦 這個都是動輒得救 因為關稅它是針對貨物 不是針對單一的這個進口商或是特定的進口商 你要一個整體的一個公平啊 同一個貨物如果是不同的產業不同的這個事業 它能不能一致適用 如果都可以一致的話 那你就沒有差別啊 如果不可以的話會發生說 奇怪了我們會利於不利的地位 你有關稅降低 你有配額增加 讓我沒有 到時候我成本比你高 我是不是要去跟你購買 這樣就不對啊 這個橫平就會被破壞 還有一點很重要 那我們國內自己 我們的農產品 我們的水產品 我們的農民跟漁民 好不容易這次影響當中說不定 他有維持到自己原本這個銷量 還勉勉強強撐得過 那如果你特定的食品業 殘兵業 那你如果有關稅降低 有配額增加 導致它產生一個替代的一個效果 我們自己被衝擊的這些農民漁民 他的苦需向誰講 誰要來負責 這個恐怕大家要非常努力的去一個想清楚 來說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正確的 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我們為了對付国內国外經濟的特殊境況 在我們關稅法71條有彈性的處理 有調節物資供應產業的合理經營 他有一個50%的一個關稅跟配額的一個增減 那這次行政運也特別引用淡書 有關於我們的防疫物資或大宗的民生物資 也可以在100%裡面予以增減 但是大家要聽清楚 這個都是一體適用喔 他不會是去針對個別的事業 不會去針對個別的這個產業 因為如果你針對個別 你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而我國我們的平均民務關稅稅率是6.34% 實質稅率是1.41% 其中銀建設備醫療器材 農業機械紙類鋼鐵產品資訊產品 在我國加入WTO之後 都已經調降為免稅 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國內沒有產製的機器設備或主管機關 核發特定用途的設備也都均減免關稅 綜合以上我要說的是 關稅沒有辦法針對特定產業事業予以差別稅率 不但制定規則技術相當困難 自在難行 也不見得有具體直接的效應 是不切實際的做法 甚至可能帶來新的傷害 本席建請大會 不予以增定九之三條文 以上謝謝 接著請鄭運鵬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關於鄭運鵬委員跟國民黨團所提的九之三 那條文裡面很清楚 他們講說要針對發生營運困難的產業跟事業 在進口貨物上面給予減免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這個武漢肺炎發生到現在 政府很多的措施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給予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沒有錯 不過要拿納稅人的錢 要做好人很容易 要做壞人不容易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國民黨整個從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的看法 同時都是當散財同志 都讓你們做好人 壞人的都讓行政院來做 不過這沒關係 民進黨跟執政黨 我們當壞人沒有關係 該給的價我們不會多 需要大家共體時間的 我們會來處理 所以要當壞人是執政黨來做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造成了錯誤的政策 錯誤的立法 就像現在九支三條一樣 你把進口關稅放掉之後 台灣的稅負是這樣 稅負低也就算了 如果我們現在是異將男生 你這樣下去之後 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造成以後恢復不來 這個對政府的長遠稅機來說 不管是中央 不管是地方 都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剛才江永昌也有提到 台灣的關稅 我們都必須要一起適用 財政部現在可以做的 我們都去做了 所以什麼叫做受影響的事業 或者台灣有需要的事業 例如說防疫用的物資 大眾民生物資 口罩現在就零關稅 口罩現在就零關稅 所以如果受影響的企業 都可以來申請 這條過的 好人你們在做 難得人政府要搭 這個可以 這個不行 這個降下去後面不行 這個通通不行 而且你要考量到使用進口原物料的 使用進口產品的 萬一他的關稅降了之後 那讓使用台灣原物料的 使用台灣產品的 跟大家共體時間 甚至趁著現在可以服務台灣的 服務國人的這些企業 會遇到不公平競爭 會造成新的一輪的惡性循環 會造成負面的效應 這你都沒在考慮啦 所以大行事 你們希望都說善財同志 你們希望人人有講 但是政府現在做的 我們既然很好的控制的疫情 在台灣的防疫上面做了優等身 我們延後了台灣的衰退 但是我們希望在整個政策上面 整個特別預算的使用上面 都應該要共體時間 尊潔使用 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用在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產業身上 這樣才對啊 港款幾情業 我們花在302萬 有需要的族群身上 有需要的對象身上 剛才國民黨委員 有人講到說 我們這個1000億 拿去發給1700萬人 拿去發給1000萬人 拿去發給500萬人 這個全部都是造成 稀釋效果的反疏困 會造成惡性循環 稀釋了5倍 本來可以領1萬塊的 你只能領2000塊 本來領3萬塊的 只能領1萬塊 這就是國民黨錯誤的政策 接著請邱顯智委員 接著請邱顯智委員 稅是一種公法的債權 它跟一般的債權的差異 只是在於說 它是人民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要來調整 假設要來調整這樣的關係 乃是因為說 現在因為這個疫情 所以有這樣的情勢變更原則 就是說公法上的情勢變更原好 司法上的情勢變更原則也好 就是說那這樣的一個調整到底要到什麼樣的這個程度 以及這樣的調整到底是不是能夠把這個公平能夠彰顯出來 那實在力量針對這個公法債權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而發生了這個情勢變更原則的這個適用的時候 我們總共包括乃至於公法債權的執行 我們總共提了五個附帶決議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牽涉到就是說 醫事人員以及他的相關從業人員 跟因為這個去支援這個防疫同仁的原有業務的部分 那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情勢變更而讓他的這個加班 那個時數增高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部分他能夠免納所得稅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流底稅額的部分 就是說針對這個疫情而影響的事業乃至於醫療機關 或者是說營運困難的產業 然後因為他的營收而產生嚴重的短促 為了要維持他的營運的可能性 避免失業率的擴大 那我們希望財政部可以做出一個一致性的準則 然後對於這個部分這個預付的流底稅額的部分 能夠予以核准 然後增加他的可用的這個現金的來源 那第三個部分就牽涉到就是說 因為上一次SARS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針對這個發生影響困難的旅館業 跟這個觀光的旅遊業 然後針對他的這個年度的房屋稅跟地價稅 各有25%的這個計算基準的補助 那交通部應該定義相關的辦法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也有跟交通部的這個官員討論 那基本上交通部的這個方向也是同意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那再來就是針對就是說 不管是現在的這個公法債權也好 或者是司法債權也好 面對這樣的疫情而產生了這個債務人 事實上很難去給付這樣的公法債務跟司法債務 所以我們也分別的跟法務部以及司法院能夠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說在這個狀況之下 公法債權是不是能夠可以暫緩來執行 或者是說針對司法債權 司法院強制執行處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寬限期 或者是說在這個 接著請傅崑啟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先生 今天是處理新冠肺炎 一兆零五百億的特別預算 在這裡啊 本席要向我們在場所有的朝野的立委 來表達 其實大家共同的意見都可以作為參考 執政者多聽 多看 多學 多做 只要對人民有利的話 我們都是可以來考慮的 我想在這裡啊 這是百年百年 碰到一次這樣的嚴重的世界的災情跟瘟疫 但是我要在這裡請教 我們的國家到底準備好了嗎 從六百億到一兆零五百億 我們今天在審查的 兩萬四千塊以下三百萬人 薪資補貼三個月 加上了酷碰券 振興券 總共一百一十億加二十三億 請問一下 七千億的企業紓困 我們真的可以解決 現在台灣所面對的困境嗎 我們真的能夠在世界的變局當中 能夠穩住台灣嗎 在場的各位先進 我們要好好思考 本期從三月四號不斷地提醒蘇院長 今天我們正式看到了 西德州的原油 五月的結算價格 在俄羅斯跟OPEC五月份 減採一千萬桶以後 今天的結算價格是每桶負三十七塊美金一桶 世界已經面臨從實體的產業的鍛鍊 到金融市場的崩潰 再影響到實體經濟 我們今天到底我們的國家 是一個潛碟型的市場 以外貿為導向的市場 我們怎麼樣生存下去 我們現在只是討論在紓困的部分 各位同仁 不管是減稅也好 企業減稅 亦或是消費券 亦或是現金 都是手段之一 我們都可以把它列為選項 各位 當我們一年 我們國家的總預算才兩兆兩千億 但是我們對東南亞 粗糙兩百三十億美金 對大陸粗糙八百億美金 三兆五千億的台幣 從大陸來東南亞來粗糙 今天我們沒有這些粗糙 我們的國家如何維持 當美國已經不是世界的市場 當世界人又不再以美元來計價的時候 美國經濟面臨全世界最嚴重的崩潰 當全世界蕭條的時候 緊接著下來我們面對的可能就是戰爭 各位同仁 我們正在歷史的高度 大家要做一個決定 任何的選項 接著請曾明中委員 接著請曾明中委員 高嘉瑜跟中嘉賓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要反駁 為了反對要反對 先搞清楚 再來發言比較好 我奉勸兩位認真一點 因為各位很清楚現在國內百業蕭條 整個消費的萎縮 當然是要用累積扣除 把他趕快拉上來 拉上來之後 經濟趕快復甦 來創造機會機會 這樣的辦法 結果會營業稅會增加 營利稅少的稅會增加 到時候根本 把經濟拉上來之後 根本不會降低稅收 而且類似的案例 韓國在1990年代實施過 效果非常好 希望剛剛兩位委員 認真一點 認真一點 不要抹黑 不要扣帽子 這第一點 有關九之三的部分 剛剛鄭英鵬跟江永昌 很遺憾 對這邊兩個一樣 只知其二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亂扣帽子 對不起 我這個條文啊 是仿現在的關稅法 第七十一條 類似 我已經把它寫得更清楚 結果 江永昌 鄭英鵬亂扯一通 說不可行 這一次 海關已經調降了 利用關稅法七十一條 調降了 要用酒精 給口罩的關稅 搞不清楚 不要上來發言 現行條已經這樣做 何況還會洽經濟部啊 哎呀 條文也不看清楚 上來 為反對要反對 就給你偷帽子 我要跟各位報告 現在這一次疫情 造成製造業斷裂 斷裂很多的 民主建原料進不來 你利用這一條通過之後 給它降稅 讓它斷念 趕快把它組合起來 尤其像很多的用藥等等 你把它加起來 把它接起來 讓產業趕快復甦 創造就業機會 有什麼不好 我在這裡 跟各位報告 國民黨提出來好的意見 你們不願意也就算了 不要故意扣帽子 要扣帽子的話 一句話還給各位 認真一點 搞不清楚的話 不要隨便扣帽子 再次跟各位報告 我的條文 是從現行關稅法71條 把它寫得更清楚 更可行而已 不要扣帽子 奉獻各位 民黨等一下上海發言 認真一點 認真一點 各黨團委員都已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委員曾明中等提案條文 民黨團要求敬明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時間前段 要不要寫 拍攝 時 時間 雙 時間 去 連絡 坐 到 天 我們 有 DS 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